大家好 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練功 半前練還是半後練 說實在的 一個真正好的氣功 如果能夠在空腹的時候練 它的效果會更好 尤其李鳳山師父傳給我們的氣功養生之道 是不限場地 不限任何的空間 如果說我們空腹的練習 然後配上輕鬆愉快的心情 練李鳳山師父的平帥 以及任何的李鳳山師父所教出來的氣功 都會讓您更加的事滿優位 那如果說吃過飯了以後怎麼辦呢 記得我們休息半個小時再來練習 讓我們的消化力能夠得到一個完全充分的食物的消化之後 我們再來運氣 吃東西呢也要特別注意 吃六七分飽就好 不要吃太飽 我們養生之道呢 一定要注意飲食的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一個 摄取的狀況 那在我們後面的地方呢 是李鳳山師父首度 新北市城裡的第一家道場 地址是板橋區東門街三十至二號五樓 歡迎你們來一切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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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